河南湘城发现一例境外输入富洋病例 行动轨迹公布 湘城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发布关于湘城县一例境外输入富洋病例的通报 2021年9月21日 湘城县发现一例境外输入富洋病例 9月20日6点30分 黄罗某在范湖乡大陈行政村柳树王自然村路口 乘坐9路公交车 于7点在中心路于百宁大道路口下车 步行到湘城县人民医院东门扫马样体温 在门诊楼二楼常卫科门口排一等号上班 为届时保障广大群众身体健康 提醒在上述过程中与黄某某活动轨迹有交集 重合的群众 主动向所在村工作单位报备 并配合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做好个人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等相关措施